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养育女孩》 这本书的作者史蒂夫·比达尔夫 是世界著名的家庭问题研究专家 家庭治疗师和亲子教育畅销书作家 他的书最多的被翻译成了23种语言 累计销售4000多万册 已经被几百万个家庭所广泛阅读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 养育孩子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比达尔夫还要把养育女孩 单独拎出来说呢 其实首先啊 女孩和男孩从生理上就有很大的差别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 女孩的大脑发育就要比男孩要快上几周 出生以后啊 女孩的大脑一般到了17岁的时候 就基本上成熟了 而男孩一般会到20岁 生理上的不同也让女孩会比男孩心思更加细腻 更加感性 依赖心更强 如果不好好引导的话 女孩的意识更容易被日益复杂和危机重重的花花世界所吞噬 其次呢 比达尔夫认为啊 父母给女孩的童年 与如今他所拥有的力量和品质之间是密切相关的 当父母离开的时候 一个优秀的女人会继续好好地生活 他还会把父母教给他的一切都传授给他的下一代 所以说 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女儿就相当于培养了一个新的家庭啊 所以 教养一个优秀的女孩 不仅对女孩本身 对这个家庭很重要 那么对整个社会也是相当重要的 而父母 在女孩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者啊 由于女孩会比男孩更早成熟 所以说 她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更容易对自己的外貌啊 体重啊 友谊 学习成绩等等产生焦虑 心理健康状态呢 也容易出现巨大的变动 比方说 过去很罕见的进食障碍 自我损伤等等 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 要远远高于男性 除此之外啊 女孩承受的压力和出现抑郁的倾向 也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呢 比达尔夫就认为 父母们急需一本 既简单又科学的 养育女孩的书籍 来帮助她们 做好女儿的向导 教导女儿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 积攒智慧 成长为作者所说的 内心强大的女孩 好 我们归纳来看看啊 史蒂夫在书中 一共谈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 女孩在成长为成熟女性之前 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第二是 父母应该如何引导女孩 应对她成长路上的障碍和危险呢 第三 有女孩的家庭 亲子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呢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女孩在成长为成熟女性之前 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归纳一下 大概会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是从她出生到五岁 这个时候 女孩和男孩的差异性并不大 都是要获得安全感 并且努力探索 那么什么是安全感呢 对婴儿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情绪 所以说婴儿会经常地哼哼唧唧啊 甚至是嚎啕大哭 那这个时候 亲人就一定要把他抱起来 安慰他 帮他放松 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安全感 这种安慰会逐渐成为 女孩成长的一部分 父母给予的这种放松和安抚 可以让他获得一种 自我平静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使孩子受益终生 而相反 如果婴儿在哭泣或者恐慌的时候 他的家人没有及时地去安抚他 那这个孩子就不可能学会自我安抚 同时呢 他还会启动另外一种思考模式 就是说 他认为没有人会来帮他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那么长大了之后 这就有可能成为他应对困难的模式 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这很容易导致女孩在遭遇困难的时候 丧失控制感和希望 当然了 我相信啊 没有父母会希望孩子启动这一模式的 对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安全感依然很重要 在这里的安全感呢 就是陪伴 比达尔夫认为呢 陪伴是有助于孩子探索的 有关儿童发展的实验证实呢 那些爱父母 并且相信父母会始终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呢 往往是走得最远 最富有探索精神的 因此呢 父母应该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 多鼓励孩子探索 比方说带女孩们去认识大自然 学一门艺术 参与运动等等 比达尔夫还建议啊 女孩应该有足够多结实的旧衣服 那么这样呢 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用颜料啊 粘土啊 沙子啊 等等进行创作 而不用害怕弄脏了衣服 那么除此之外呢 父母也应该尽量地避免 只给女儿 女孩子们玩的玩具 因为单纯地按照性别分类的玩具呢 会限制了孩子的关注点 提前给了孩子一个预设的概念 这样呢 就让他少了很多种的选择 也限制了女孩思维的发展 那么当女孩成长到五到十岁的时候 就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呢 他要学会处理和他人的关系 也就是学会交朋友 比达尔夫认为呢 对于女孩来说 朋友简直就是他们的氧气 五六岁的时候 大部分女孩啊 已经上幼儿园 离开了家人的照顾 这个时候呢 只有朋友才能给他们 陪伴安慰和快乐 所以说 教会女孩如何与人相处 是父母们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之一 这甚至会影响到女孩 未来的择偶标准和婚姻的成败 那父母该如何帮助女孩 交到一两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呢 比达尔夫认为呢 女孩建立友谊的技巧有七点 第一就是要享受和朋友在一起 第二呢 是要学会轮流和分享 第三呢 是能站在朋友的立场换位思考 第四 是要学会控制情绪 第五是犯了错 要及时道歉 第六 是学会察言观色 要善于根据别人的心情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第七是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信任别人 什么时候不能 除了这些交友技巧呢 比达尔夫还认为 父母应该为女儿找到适合她的运动 那么因为运动有助于人际交往 有助于建立自信 并且呢 可以去宣泄过剩的经历 在青春期之前 女孩参与的运动越多越好 因为不同的运动呢 能够帮助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骨骼的生长 并且促进女孩气质的养成 也能给女孩带来更多的朋友和快乐 好 到了十到十四岁的时候呢 女孩就进入了成长的第三个阶段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会开始问自己一些富有哲理的问题了 比方说 我是谁呀 我想要什么 我的人生意义何在 而她此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就将可能会影响她在下一个十年里的很多的选择 那么既然这个阶段这么重要 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女孩呢 这里呢 彼达尔夫给父母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教育女孩的方法 叫做火花法 古哲学家普鲁塔克说 年轻人不是等待被装满的空亭 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花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火花 又如何将其点燃呢 这套方法的发明者彼得·本森博士就认为 几乎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具备某种潜力 比方说某种兴趣 天赋 对某个事物的热情等等 而这些潜能 如果能够得到他人的支持 就能为儿童带来巨大的快乐 为他们指明奋斗方向 并且提供成长动力 而这些潜力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火花 比达尔夫建议父母们一定要抓住一切的机会 比方说在上学的路上 一起做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临睡觉前和女孩们沟通 来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 以及周围世界的看法 然后呢 并对他们开展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指导 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喜好和天赋 鼓励他们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但是要记住的是呢 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大的压力 这样呢 就会有助于点燃火花了 到了14岁以后 一直到18岁 这是女孩成长的第四个阶段 那这一阶段呢 他们要学会掌握自己的人生 为成年做准备 父母们呢 其实都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 独立自强 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的人 那么这一个阶段 父母们该做些什么呢 比达尔夫认为啊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女孩学会承担责任 学会对自己负责 在这一点上呢 作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14岁的玛瑞拉 中学的时候遭遇了车祸 从此呢 她就很害怕过马路 后来呢 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疏导 让玛瑞拉明白了 过马路的时候 即使是绿灯亮了 也要先左右的看看 有没有车辆 因为在车祸发生的时候 玛瑞拉并没有左右的观察 从此呢 玛瑞拉再靠近马路的时候 就变得安静而坚定 她也克服了恐惧 因为呢 她知道 只要自己注意一点 就不会出事了 这样玛瑞拉学会了 对自己负责 第二个例子呢 是澳大利亚的一位歌手 密西西金斯的故事 西金斯12岁的时候 在全球发行了专辑 但是爆红和迅速的曝光 却令她不知所措 她被惊慌所击倒了 没有办法在登台演出 接下来的两年当中 她放弃了表演 四处的旅行和治疗 有一次啊 她的经纪人 在一念之间打破了沉默 请求她参加一个 观众全部为女性的音乐节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去吧 她的表演啊 棒极了 激动的歌迷们 真心地感谢西金斯的音乐 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带给他们的所有 这时候 西金斯也突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音乐天赋 是为别人存在的 她能给听众传递爱 而她的焦虑 和被曝光的感觉 就逐渐地融化了 她从给予中 找到了平静 那是她对观众的 一份责任 所以女孩 一旦学会了承担责任 她就开始走向成熟了 除此之外呢 生活中的小事 也可以帮助他们 快速地成熟起来 比如说 要学会尊重他人 学会生活管理等等 父母呢 还可以在女孩 18岁的时候啊 给他们举办一个 成年仪式 来帮助他们认识到 我自己不再是一个女孩了 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要更富有责任心 要更加成熟 总之呢 女孩在他们成长为 女人的过程当中啊 经历的这四个阶段 对他们都很关键 而这些阶段呢 也都离不开父母的帮助 父母也必须明确地知晓 自己应该做什么 以便在女儿成长的旅途当中 做好她的人生导师 照顾者和好朋友 那么女孩在成长的 四个阶段当中 会遇到什么障碍和危险呢 父母又该如何引导 他们避开这些危险区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第二个问题了 第一个危险区 就是现在女孩们的成长 过于迅速了 正在被过早性感所洗脑 那我们的父母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 父母要教会女儿 理解三个词 喜欢 爱和欲望 这三个词啊 含义各不相同 将欲望误认为爱 或者是把爱误认为喜欢 或者是把喜欢误认为欲望 都有可能会造成 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其次呢 父母可以对广播 电视 书籍 杂志等等 做出一些适当的筛选 让女孩远离 少而不宜的画面 再者哈 妈妈可以跟女儿 谈论有关两性的话题 这对于中国的很多父母来说 可能有点难 这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但是这一点啊 真的对女孩很重要 一旦孩子遇到了 关于两性的问题 比方说早恋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作为父母应该冷静地处理 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帮助他们建立一种 有控制力的 更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性 让他们学会更好地保护自己 最后啊 父母们需要帮助女儿 建立安全的人际网络 让他们学会谨慎交友 避免被身边的不良少年所影响 那女孩们要面对的第二个危险区 就是校园欺凌 近些年来啊 发生在女生当中的 校园欺凌事件是频频发生 从最初在网上传播恶心的谣言 排挤或者是让别人觉得难堪 到后来的直接施暴 事情的严重程度 真的令人发指 这可能和女孩的 嫉妒心比较强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国家也有关于 初中女生 殴打女同学 至十级伤残的例子 如此种种啊 严重地影响了 女孩的学习和生活 而且会严重地威胁到 女孩们的身心健康 面对这种行为 父母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彼达尔夫认为 父母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教会女孩 作为旁观者 应该表现出正义感 而不是冷漠 更不能加入嘲笑者的队伍 其次呢 父母需要对欺凌的问题 有所了解 要跟孩子一起 正确地面对它 并且教会女孩 在欺凌事件发生的时候 要学会保护自己 最后啊 要时刻关注女孩的心理变化 不要让嫉妒心 害人害己 其实说到底呢 校园欺凌是需要 我们成年人来介入的 来帮助孩子们 做出正确的判断 困扰着女孩的 第三个危险区 就是体重的问题了 女孩通常比男孩 更加关心自己的体重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父母应该引导女孩 要健康的饮食 让女孩们意识到啊 体重没有健康重要 让她们将关注点 转移到健康上 如果是要减肥的话 也要注意方法 要让她们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在生活当中呢 父母也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以身作则地来影响孩子 比方说 我们的冰箱里 不放软饮料 全家人呢 要一起吃饭 坚决地杜绝减肥药 不要挑食 要经常一起到户外活动等等 那第四个危险区 是酒精和毒品 虽然在我们中国的 中小学校园里面 酗酒和毒品的事件 是极少发生的 但是一旦孩子身边出现了 酒精和毒品 父母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比达尔夫建议呢 父母们应当做好 监督和引导的工作 要提前跟孩子 严肃地讲清楚 酒精和毒品 它的危害性 如果女儿偶尔地 单独去参加聚会 那么就要告诫孩子 是有时间概念的 要按照跟父母 约定好的时间 准时地回家 父母们呢 还可以在聚会场所附近 随时地进行监管 和引导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也不要过度地阻碍 女儿的正常的 那些社交活动 第五个危险区 是网络 其实网络在 方便人们交流的同时呢 也带来了 越来越多的麻烦了 比方说信息被暴露啊 网络欺凌 网络色情等等 学零段的孩子呀 也越来越迷恋网络 但是呢 毕竟孩子的 鉴别能力还是有限的 长期的迷恋网络的话 不仅仅会导致视力下降 而且会严重地影响学习 还可能会影响孩子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 相对于男孩来说 网络对于女孩的 负面影响啊 也很严重 第一呢 会影响女孩的审美观 现在网上 比较流行那些 小脸啊 肩下巴 要双眼皮啊等等 这会对女孩形成误导 让她们过分地 注重外表 而忽视了内在美 从而选择瘦身啊 甚至是去整容 第二呢 会影响女孩的 金钱观和消费观 在网络上呢 有些人会炫富 会败金 这就很容易 刺激女孩的消费欲望 让女孩们 一味地去追求名牌 一味地想攀比 第三呢 会影响女孩的 婚恋观 虽然在当今社会 我们崇尚恋爱自由 但是呢 由于女孩的 婚恋观还不成熟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比方说网恋啊 大数控啊 傍大款啊 等等现象 都会严重影响 女孩的正常交友和婚姻 第四 会影响女孩的成才观 新时代的女孩啊 吃苦耐劳 意识缺乏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渴望着一夜成名 一夜暴富 使她们的成才观畸形 不安于脚踏实地 类似的影响啊 还有很多 那么作为父母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作者就提出了以下的几点建议 第一呢 是一定要监控孩子的上网记录 第二呢 是父母啊 其实可以安装一个过滤网页的装置 隔离那些不健康的网站 第三呢 是对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 要做出严格的控制 最后 要保证和孩子之间沟通顺畅 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 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以上呢 就是本书的第二个话题 女孩在成长的四个阶段 可能会遇到的五大危险区 以及针对这五大危险区 父母们应该采取的措施 好 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女孩跟父母之间 到底应该如何相处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亲子关系 我想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无非就是从小到大 父母应该如何和女孩相处啊等等 作者呢 作为一位家庭问题研究专家 有着他独特的见解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能给大家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就是女孩和妈妈的关系 作者认为呢 在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 妈妈起着核心的作用 要想成为一个好妈妈 就要给自己的女儿 树立一个强有力的女性榜样 第一呢 这妈妈要重视自己的行为 用正面积极的态度 给女儿做示范 因为女孩都会观察大人 尤其是同为女性的妈妈 她接人带物的方式 妈妈对人是否友善呢 是不是乐于助人呢 是不是尊重长辈啊等等 都会对女孩产生言传身教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 女儿啊 可以说是妈妈情绪的检察员 妈妈的情绪呢 也会影响女儿 在女孩的婴儿时期啊 她其实就能够察觉到 母亲的情绪 如果妈妈时常的焦虑 发脾气 那么女儿长大之后 出现焦虑的可能性 也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说 父母们 尤其是妈妈们 又应当给女儿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呢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第二呢 是妈妈要给孩子 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 因为平静安全的家 是孩子的避风港 而规律的 有节奏的生活 能够帮助孩子平静下来 妈妈要学会和女儿和谐相处 从女孩的 婴幼儿的时期 就要多拥抱自己的女儿 睡前呢 给她讲个故事 多陪伴她 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妈妈还可以和女儿 分享成长过程当中的小秘密 把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 告诉女儿 这样一来 受到父母关爱滋养的女孩 不会因为长大了 就和妈妈疏远 相反呢 会和妈妈越来越亲密的 第三哈 妈妈要学会放手 因为女孩呢 要成长为独立的自我 学会承担责任 那父母呢 就必须跟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妈妈可以悄悄地 去关心女儿的成长 和她做朋友 但是要避免强加干涉 虽然妈妈在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 是起着核心作用的 但是呢 爸爸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彼达尔夫认为 父亲和母亲 对女孩的作用是互补的 妈妈可以让女孩安心 爸爸呢 则是给他们自信的 并且让女儿学会如何和男性相处 那要想做个合格的爸爸 就要做到以下的三点了 第一就是要学会倾听 学会尊重女孩 爸爸们呢 可能普遍的都没有妈妈们细心 有耐心 女孩呢 又比男孩更喜欢倾诉 所以爸爸们就要学会尊重女孩 耐心地倾听她 要让女儿信任你 才能让她获得安全感 第二呢 是不要让女儿患上公主病 原来有话说 女儿要富养 爸爸对待女儿 往往呢 比对待儿子要豁达 要大方 很多没时间陪女儿的爸爸呢 就试图用物质去弥补 其实 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会让女儿形成 她的爸爸能让她在任何时候 都不劳而获 这样的潜意识 这样就会造成女孩自恋 喜欢索求 形成错误的价值观 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对她今后的成长 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 要跟女儿发现共同的兴趣 有研究表明 小时候经常和爸爸 一起疯玩的那些孩子 抗压能力会更强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 他们往往会认为 高大的爸爸 往往是最能让他们 获得安全感的人 所以爸爸的陪伴 可以让女孩更加地自信 爸爸可以尝试着寻找和 女儿的那些共同的兴趣 比方说 钓鱼啊 运动啊 或者是收拾花花草草 那这样女儿和爸爸 就会同时收获很多的 愉快的时光和回忆了 以上就是彼达尔夫 关于女孩跟爸爸妈妈之间 如何相处的一些建议 那么希望呢 能够给养育女孩的家庭 一些帮助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彼达尔夫 关于养育女孩的观点啊 要养育内心强大的女孩 父母呢 需要从她婴儿时期 就开始努力 而且呢 要在女儿成长为 成熟女性之前 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父母们要给女孩正确的爱 让孩子有安全感 学会探索和与人交往 同时呢 要对抗那些 可能把他们拉入深渊的力量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女孩成长过程当中的 五大危险区 要让女孩正视自己 了解自己的内心 给孩子成长的空间 教会他们 要对自己负责任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之啊 父母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放弃 对自己孩子的努力 要成为他们 一辈子的好朋友 好 养育女孩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 与你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